今天我还想跟大家语重心长的聊聊 我是如何戒掉甜食的这个话题 因为我健身体上让也是人 其实我特别爱吃冰淇淋 还有牛角包 其实在过去三个月之前 我还特别特别馋 但是唰一下我就戒掉了 可能我戒掉的一个时期 不超过两周的时间 我从每周可能会吃两次 或者说吃两个牛角包 至少吃两个牛角包 然后吃一次冰淇淋 但是听着好像也没有很多的 当然没有说每天吃 但是我也知道这些东西 对我长期来讲对我是不好 但是我真是特别喜欢 看着冰淇淋太馋了 尤其是在巴厘岛这边 有一个特别好的冰淇淋店 然后每次人都特别多 然后就特别想吃 然后还有这边有这个面包房 烤的这个牛角包啊 真是太好吃了 我知道我自己很享受 但是我是如何戒掉呢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自己有了一个心理上的变化 就看似好像是很小的行为 就是不就不去吃吗 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 因为觉得真的是 从我思想上有一个彻底的一个变化 因为我知道每次 其实在我吃完之后 我没有那么那么开心 感觉好像哎呀我吃了 哎呀真太棒了 太享受了 其实并没有 然后每次吃完之后是什么 哎呀我怎么又吃了 真的是又没有忍住诱惑 然后身上又就想身上又开始长肉了 然后又这个甜的东西 这些糖的东西 以后可能就变成二型糖尿病 或者是就会想很多东西 相当于也是一个自我的惩罚 自责 会每次会陷入这个循环 哎呀真后悔 吃了我应该这么吃 然后没过两天 一下子就忘了 然后自己又回去又想去吃 其实这个循环 自从我来了 这回来到巴厘岛 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 可能对半年的时间 一直在陷入这个循环当中 每周去吃 吃完了难受 再又又想去吃又馋 然后又去吃 吃完了就开始难受 我觉得最终就是 当我开始意识到 我在做的是什么 每次再去吃的时候 之后那种感受 我现在有一个嗨 相当于精神上 大脑分泌的这种化学元素 然后感觉嗨 这个多巴压 这个serotonin 等等这些东西 分泌在我的大脑里 然后感觉到嗨 然后之后像过山车一样 又感觉到一个low 一个低谷 情绪上的低谷 就像上升下下 上升下下 应该是我受够了 最后我就 相当于总结出来一个 我受够了 就是我不想再要这样的 感情上的一个过山车 不断的在这循环 一会儿开心 一会儿不开心 每周好像都在循环 恶性循环 其实是 因为是长期来讲 对身体是不好 所以是恶性循环 开心不开心 开心不开心 所以我到最后并没有 是说哎呀 我不能吃不能吃 使劲逼着自己 只是说我把它怎么样 看透了 I see through it 我看透了这些牛角包和这些冰激凌给我带来的东西 说白了就是糖 说白了就是sugar 这个归根到底就是糖 当然还有一个fat 是吧 这些东西我知道是对身体不好的 我是吃只是一时的从我看到 然后自己感觉到激动 然后再闻到或尝到到嘴里 一直到咽下去 其实就这么几秒钟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可能五分钟这个过程 或者说我去之前去吃了这个路上 我很激动 说白了可能从前到后没有这个30分钟的时间 所以说也就最多30分钟的时间 30分钟 但是之后呢 我可能会痛苦更长的时间 所以我看到了 我就是在这一个怪圈里面 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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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我就说好 我要打破这个循环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受够了 我也看到我自己只是在一个循环里面 所以对我来说好像一种 I see through 就是在我的下面 我并没有觉得 哎呀好香的这个牛角包 好真好吃 冰激凌 我使劲抗拒没有 我把它已经看得很淡 而且我看穿它了 就真的就是浮云 看穿它了 到时候觉得 哎我知道 我当晚就是吃 吃完了又难受 就觉得我已经经历过 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对我来说 没有使劲抗拒它 越抗拒 这个东西就会越持续 这种诱惑就越大 所以当我把它看透 觉得不就什么回事 不就吃这么几个 一个面团吗 不就吃那个糖水吗 然后看透了之后 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新鲜 大家不都是 好像就是被这个 所蒙蔽了一样 其实是一种escapism 是一种逃避 其实是 有时候我就说这种 这种饮堂饮 其实就是一种 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 就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一些感情感觉 你不想正确的面对 然后你去分散心 分散你的这个内心 去想一些其他的东西 或者去吃一些其他的东西 或者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所以我就开始真的是 开始想我自己的人生 我到底有什么 我再去躲避它 再去逃避它 而去想吃 所以其实也是一种 对现实一种逃避 当然这个话题就要问到你了 可能就是以后 我再卖个关子以后 我可能再会说 心理上的东西就是 你可能会有些东西 你在逃避 你不想面对 所以你用吃上脸 来遮掩 这些内心的一些创伤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 有什么样的东西 你可能是生活当中 所以这就说的 可能比较深了 所以很多东西 看似好像是表面的东西 不就吃一个东西吗 但上脸背后 有很多的心理性 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 语中心肠 聊聊我自己的感受 我自己是如何向上克服 所以我现在对那些东西 一点饮都没有 而且是有一些 有一点点的反感 有一点点就是 就已经是好像真的是 不值得一提 已经是在我的下面 我都已经把它 一种很蔑视的一个感觉 所以就对我来说 一点饮都没有 一点欲望都没有 就没有说 我好像超级想吃 这种感觉就已经没有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 这个当然还有一个 一个重大的消息 要跟大家宣布 重大的消息 就是我决定把我过去 14年总结下来的 这个而且是已经帮助 1867人 这个姐妹 尤其是40岁以上姐妹 彻底减脂塑形 我用的这一套方法 这一套教程 就是十周变身计划 就是我过去14年 这个心血 我的宝贝 我现在想要 无偿的给大家 公开的免费试用体验一周 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报名了 在下面留下四个字 就是什么 我要蜕变 如果真心想蜕变 如果你幸运的话 因为每周我只选出 十名幸运的姐妹 能加入我这个 一周挑战的这个团队 是吧 一周免费 是让大家都体验一下 因为我也真想把我自己的心血 有价值东西 真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让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让他们体验 让他们开始知道 我自己也可以做到 我可以彻底改变自己 而且方法就在这里 而且现在就有这么好的机会 千代男朋友 以前从来没给过这么样一个东西 因为以前我就觉得是自己的宝贝 你交钱才能用价值2万元的 我这个计划 所以现在就可以给大家公开的 免费的试用体验一周 也是给你一些激励 看一下跟大家一起 这感觉是什么样子 也看一下适不适合你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在下面留下 我要蜕变4个字 然后关注我的团队信息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 我期待在我这个免费试用 一周挑战里面见到大家 我们下回来聊天吧